夏天就要到來 不少人把握時間到健身房 鍛鍊體態 不過指揮中心公布 22號起到健身房的民眾 要打滿三劑疫苗 政策一出 已經引發民怨不斷 用餐的話 我覺得其實更危險 因為用餐會脫口罩 15號指揮中心 強化疫苗第三劑接種規定 只要參加競箱團 旅行團等活動 或是出入八大場所 以及健身房 不能持續保持社交距離 統統都要打滿三劑疫苗 不過這個規定 讓有在經營健身房的 館長陳之翰率先提出疑問 為什麼你只讓健身房 或者說一些行業 特殊行業 24個行業 去歸納成為說 你要打三劑 才能進去呢 那他的科學論證在哪裡呢 就連藝人李佩旭 也在臉書上 連續發文好幾天 他表示 不管進健身房 有沒有打滿第三劑 都有可能染疫 也會被傳染 那他到底該不該打第三劑 而是要在裡面 就會把口罩脫下來 然後當然相對的呼吸室內 這些都會有影響到 面對質疑陳時中趕緊換夾 強調打疫苗是一件好事 很多事情都可以坐下來討論 本土疫情多點爆發 各界繃緊神經全面防堵 知識政策隨著疫情來得突然 不少健身房業者措手不及 就連消費者也出現反彈聲浪 進行問招二姐王一軒採訪報道 對方